不發異議被帶進北檢 這是2018年 張姓女子被指控 家族包括她在內供8人 涉嫌裝病炸保 成功領取6000多萬 遭到檢方約談 當年還被收押禁見 檢方查出她曾在住院期間 請假外出玩 幫人慶聲唱KTV 炸保得手後 拉全家一起裝病 遭到起訴 但法院18號 卻判8人通通無罪 最主要是開庭時 沒有醫生證稱 自己因為被詐騙 導致誤判病情 他們也證實 疾病可能有家族遺傳 而調閱病例資料 也證實8人確實有症狀 法官認為 即便請假外出有笑容 也不等於就是裝病 開庭中 雖然有被告曾說 自己真的沒生病 但法官認定 病患可能缺乏病識感 其中一名被告曾提出檢舉 而法官認為 她並非專業醫療人員 認為證據不足 判決無罪 何怡婷認為 何怡婷認為假官就 證據資料的舉證是不足的 所以就這一件判決被告無罪 再加上被告之間 曾被認定透過訊息 討論交戰守則 但法院認為 成為純屬家屬就醫分享 如今8人純屬無罪 檢方也表示 將在收到判決後 研議是否再上訴 華爾西文王主 梁洪志 台北報導 嗨 我是盈彤 記得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喔 站起來